从公公把这一块的草挖了之后 每天都在整不知道怎么弄 哈喽 今天我们应该是全家总动员 在打理这个院子 因为公公之前他想要种那个菜 他是把后面那个草全部割走了 但是他发现这样子院子特别难看 所以说现在又想要办法把这个地方填起来 所以我跟我老公说 就要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让我公公又能够把这个菜种了 然后婆婆回来之后 不至于这个院子这么难看 我的负责来把这个院子里面的一些草 然后这些垃圾把它扫一扫 你看我小姑子在割草着 大家都忙得不易乐乎 小家伙也在旁边 天明说哈喽 哈喽 你说我在调皮哦 我在调皮哦 你只最好调皮 好 跟姐姐去玩 跟姐姐玩 娜娜 娜娜 什么是这个地方的预计呢 要放更多栋在里面 没有 它是这些垃圾 哦 因为它是5种垃圾 的垃圾 所以它有个小的部分 它有个小的部分 哦 哦 这是一个好想 因为我认为 如果你要放更多栋在里面 然后后来就会更难捞 对 这种方法 对 这种方法 爸爸可以长大部分 然后妈妈就很简单 对 这种方法 小家伙又在找小姑子麻烦了 还是被我送青掉 哦 你有什么 你看到我吗 是的 它杀了猫 好 然後再加了枕 哦 你太 你太喜欢了 我小主女在这里 做了一个 爸爸那个小家伙 杀死的那个什么 那个昆虫吧 应该是那种虫子 把它埋在这儿了 公公和我老公说的还挺快的 这么快就把砖给买回来了 因为我可快就发死了啦 看脚家伙真不不转睛的样子 姐姐正在跟他讲故事呢 我去看看后面院子什么情况 还用了传输的方式 大哥负责这里摆呢 我老公在这里帮忙运 看他们待会儿怎么去弄 看大哥这个无赖的样子 别哭在你的脑袋 你为什么要穿上衣服 让你拍摄你的父亲 你的父亲 你的父亲是什么? 你疲惫吗? 我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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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已经累了 我疲惫 我老公还是因为体质好 胖 所以一直在帮公公做这个东西 天明你也帮忙 好你去帮忙 二哥今天又要上班 所以就来不了 所以大哥和我老公在这里帮 帮公公做这些事情 好像下雨了 大家都要进来了 大家都要进来了 来来来 坐下 你还饿了 我还饿了 但我煮了一些小巧克力 很棒 你的父亲和母亲都要去吃饭 今天周末 大家都想好好休息一下 吃个饭 聊聊天 跟往常一样 结果 但是 公公要做这个 大家都没有办法 所以说就很无赖 你饿了吗 你饿了吗 我这个地方吃了 我吃了这个 Thai Curry 又像 台狗糙 那她想要给你买食物 那是明天的意思吗 对了 那是明天 而且给我买食物 因为它是在联 website 每天天 都和大家一起会臨 都行 因为我们都在家里 都要到家里 老公都是要到家里 那我必须偶遭 要不要去家里 但是他着想着 对 你还知道 因为他每天 又不是 他一直在联手 拿着他的手 他说到家女香港 为什么我带牠的牙齿 我带牠的牙齿 然后我带牠的牙齿 然后我带牠的牙齿 就说不 就让牙齿 就让牙齿 然后牙齿 就让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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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独生子女的原因 还是那个是幸福的原因 What's wrong What's wrong I think it's good to be thin I'm too good to find my own photos I put the display WOW 看 这是我小姑子 以前好瘦啊 真的是现在是长话了吧 but she's very soon You talk a joke I say like in between you and Michelle I'm not joking Yeah it's very soon I can't believe Yeah 刚刚那个小姑子的照片 是她瘦的时候 比我第一次见她 都还要瘦 我的天啊 我觉得她应该是可以瘦回去的 因为我老公跟她两个人 一起在加油呢 我刚刚说到哪 我说 我特别喜欢周末 因为大家在一起 看开星星的 就是讲一讲 聊一聊 特别特别的开心 然后 外面不是下雨吗 所以说 我老公他们终于可以休息了 我老公他跟我说 他其实好累的 因为 某个房子那边也天天要忙嘛 他要过去 然后这两天 都是我们之前订的家具啊 一些要 要运过去了 他要过去收 然后 所以说现在回来了之后 没想办法后面 公公今天突然又要搞院子 二哥本来是 即便是上班 有时候会把电脑带到这里来的 从周末 但是一听说要搞院子 他干脆就不来了 其实公公这个人 他就真的就是 怎么说呢 他就想一件事情 他立马就要做 然后呢 所以说你看 这么个老人在后面坐 但其他子女 不能说袖手旁观啊 是只能去帮他 就跟之前他要搁那个草皮一样 跟他说了不要 不要弄 我们种不了那么多菜 但是他坚持要弄 他当然出来他的印象上 当时他就想说大哥家 有一块的地方空着 可以用草皮去舔一下 但他没有问大哥是否需要 想不想要 然后 他拼命的跟大哥打电话 那天割完草皮之后 非要大哥用那个车 过来把草皮拖过去 其实在外面买特便宜 好简单的事情 但他非要那样弄 然后大哥后面讲说 出来他把丢到垃圾桶 没有办法就是 他老公这个人有时候 也挺固执的 然后呢也不听别人的劝解 他后来说 出现后面割了之后有点丑 因为特别一下雨啊 那个泥巴就会到处流嘛 因为有草的话 他还可以就是 可以掩盖那一部分 好现在他就说 那我把奶奶家的那个草皮割了 然后填到这里 然后当时大家都已经 很无语了状态 然后我老公就说 要不我们就买草皮填吧 就不用去割了 或者是说用什么别的方法 然后我当时跟我老公出了主意 我说看到好多那个博主啊 用那个有卖那种木 像那个像像一个盒子一样的 里面有土 然后把植物种在里面的 然后既美观又方便拿手 然后之后他们一看成本有点开高 所以说就说就把这个石板 贴在这儿 就相当于分区了 把这一块种种菜 然后往那里走过去取菜的话 也不可能 不至于弄那么张 希望婆婆回来之后 不至于觉得那么难看 反正怎么说呢 公公这个人吧 他性格特别好 很开朗 然后呢 但他还是有一点点怎么说呢 自我为中心 所以说也并不是 全部是因为我婆婆的原因 他们俩关系不好 我觉得 就这么长时间看来的话 我觉得两个人 两个老人都挺好的 但分开独立都很好 但是他们俩合不来呢 具体是个什么原因 我觉得还是思想和无关的原因 你们觉得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对今天我的故事 有什么想法 我的看法 请在留言区给我留言告诉我 我们可以讨论讨论 好 那我们就在这里说拜拜了 拜拜